欢迎收看《时代》杂志 不少货品在疫情期间特别好卖 啤酒就是其中之一 稍后会报道 现在首先讲一下疫情下 政府提供的隔离设施 安省省民 如果不是因为旅游 而是在本国境内 染上新冠肺炎 但又没有足够资源隔离 可以申请入住政府的隔离中心 营允这些隔离中心 由于需要周边小商户 提供餐食和其他服务 可为当地商家提供一些生意机会 李永鱼报道 高床远枕、洁净浴室、无线上网、 交通接送、餐饮直接送到房间 这些酒店服务是不少人印象中 久违的旅行体验 居住配套完善的酒店 如今却成为加拿大各级政府 用来作为隔离设施的首选地点 新的加拿大入境防疫措施规定 从国外坐飞机回加拿大的人 抵捕后必须入住指定的酒店 至少三晚自我隔离 以等待新冠病毒检测报告 这三晚的酒店食宿费用 大约需要2000元加币 并由旅客自己负担 而那些一直身处加拿大 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接触到病毒 需要隔离的人 即有机会受惠于政府开设的 临时隔离酒店 在安省 省府在上年12月宣布一项抗疫策略 他们向省内几个病毒传播热点地区 撥款4200万加币 开设由酒店转型而成的隔离中心 让符合以下情况 但外于家居住环境 难以置我隔离的省民 在居住地区的隔离中心内 免费入住最多14天 或者到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转为阴性为止 连一日三餐都是免费供应 若客区是其中一个 获勃款开设新隔离中心的地区 中心内总共有280个床位 在疫情爆发整整一年后 才开设隔离中心 会不会迟了一点呢 若客区医疗主任Dr.Kerji就表示 因为从近期所感染的病例中观察到 居住在一屋多户环境的市民 受感染情况较为严重 所以在这个时候开设隔离中心 也是针对这种居住情况 所作出的改善对策 当其他地方开设隔离中心 开设隔离中心 我们曾经问问 如果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这种居住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需要任何人 但在这两个月中心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9個都被疫情下降了 關閉的環境 特別是家庭環境 有一個大群人 被疫情感染了 所以在同時 區域發展了一些方式 高領域的社區 跟若克區一樣 皮爾區都是近年人口增長較迅速的地區 而且大部分家庭都是紀代同堂的住屋情況 當地政府最近要獲得省府撥款 加開三間隔離中心 總共376個床位 所謂加開 因為這些隔離中心已經不是區內首次開設 早在上面3月疫情爆發初期 皮爾區政府已經在墨西沙加市 開設了第一間隔離中心 這個防疫措施在當時來說頗有前瞻性 我們開始 early March last year putting our first site together 我們 knew that this needed to be an option for some people who live in congregate settings so Housing Services at the Region of Peel began putting together a site that we could use for voluntary isolation and in doing so we brought community partners together that we work with in the community together to assist along with our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and medical staff from the community and then we were able to expand to our second one in January with two more coming on in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約克區和皮爾區的隔離中心 都是被合資格的居民以自願性質入住 地點並不對外公佈 而且他們離開中心後 也不會有額外的跟進過程 不過皮爾區的隔離中心內 就有診療人員為入住的人進行基本醫療觀察 以及病毒檢測 當檢測結果呈陰性 入住的人就無需住滿14天 這個建議隔離時間 Leslie表示 從去年3月開設第一間隔離中心以來 加上最近新開設的三間隔離中心 他們已經幫助超過900個合資格的居民 入住隔離 而且因為居民在隔離期間的食宿 需要多個服務供應商合作營運 這個隔離中心 也為供應商在疫情期間 帶來微博的收入維持開支 我們有合資格與酒店企業 使用設施 有些程度沒有很多運行 所以有些程度 這會給予行業商人員 並不充滿了酒店 然後我們有合資格與醫療 和社會醫療的工程 提供服務 給予那些人在室內 也有保護、清潔、清潔 保護、安全運動 和保安員工程 和保安員工程 我們在努力 跟很多人 進行這些給予社會 給予社會 Leslie和Dr.Kerji都呼籲各自服務所屬區內的居民 如果感覺有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狀 或者接觸過確診者 以及等待檢測報告期間 覺得家居居住情況 不能夠提供安全的隔離環境 請職聯繫區域政府 了解和安排入住隔離中心